大家好 无论在线上或者实体罪名的顶着朋友 愿平安归于你 Amen 让我们继续来相信我们的天父 会继续看顾着我们 Amen 我们都要继续来活在神的 封圣的恩典里面 去跨越每一个挑战和困难 Amen 好了 我们要看诗篇的三十一篇十九节 诗篇的三十一篇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华语 OK 预备 敬为你徒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积传的在世人面前 所思的恩惠是何等大呢 我的题目就是活在神奇妙的恩宠里 活在神奇妙的恩宠里 我们时常都会听到恩宠这个字眼 但问题就是我们听过 但是我们有没有活过呢 我们有没有活在这个恩宠里面呢 当我讲到恩宠的时候 尤其是在目前这个时代 这个时候 这个时刻 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呢 我们都不断的听到呢 整个大马 尤其是吉林坡雪能俄州呢 就是 这里又说几多钟 那里又说几多钟 哇 好像很紧张 甚至我们都看到呢 如果疫情仍然存在的话呢 其实呢 全个世界 包括马来西亚呢 大家的日子呢 都会觉得比较艰难 所以呢 就在这样的艰难时刻 我们是特别需要恩宠 Amen 大家讲恩宠 大家讲我要恩宠 Amen 恩宠是很奇妙的 恩宠是什么呢 如果你越认识恩宠 你就会越重视它 甚至你都会祈祷说 神我需要每日都要活在你的恩宠里面 Amen 尤其是恩宠呢 就是这个充满挑战危难的 时期是更加需要 你千万不要以为恩宠是呢 让我们呢 在好的日子里面呢 过得非常好 不是啊 原来恩宠呢 尤其是在危急的时候 都需要的啊 如果你读圣经呢 你发现呢 无论是摩西带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 要进入加南地的时候 你发现整个过程里面 充满挑战和艰辛的 而呢 摩西就是求一样东西 求你恩待我阿神 耶 摩西的意思是说 我需要恩宠 OK 其实恩宠这个词呢 在原文的解释里面呢 是非常丰富的 你可以写一本书 单单说恩宠呢 都可以写二三百面那么多的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了解恩宠是什么意思 包括呢 你发现呢 其实呢 圣经里面呢 只是说恩宠这个字眼呢 其实不多的 但是和它有关联的字眼 是却是非常之多的 例如说 神的恩慰 神的恩慈 神的恩慈 神恩待我 神怜悯我 在神的面前呢 蒙恩 啊 等等的说法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是通用的 而这个字眼呢 在圣经里面呢 是出现了呢 四百四十九次 其实 它就是来自 上帝一种非常奇妙 又充满能力的祝福 而这个祝福的里面呢 是有各式各样的功能 哈 而且呢 带出各式各样的果效 是给那些有预备的人 今天呢 简单来说两种的恩慈 哈 第一就是说到呢 你能够获得神特别关照的恩慈 哇 特别关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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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跟朋友说 喂 大哥 特别关照一下 哈 那你要知道呢 这个寵啊 恩寵啊 啊 有时说寵物啊 寵啊 寵啊 这个寵字呢 其实呢 是特别的啊 啊 你看到那些以前的皇帝 有寵妃啊 啊 他哪个都不喜欢 就是 喜欢 这个 哈 所以叫寵妃 所以呢 哈 什么叫特别关照的恩慈呢 就是说到呢 神因为特别 喜欢你 喜悦你 而为你 为我们提供的特别好处 特别优待 特别关照 特别宠爱 特别保护 特别提拔 特别恭敬 特别奖励 是多过一般的人 有恩寵的人 是通常得到的 关照 是特别多的 甚至会引起人妒忌 是吧 有时候你都看到 你的时候都会 有些特别恩寵 在某些人身上 哦 恩寵 其实 就是特别关照 是吧 我还记得呢 师母的妈妈呢 在小的时候呢 有一次呢 因为不小心 就 跌 跌 就是跌到 脚骨就爆裂 哦 当时呢 又痛又辛苦 肯定是要入院的了 但是 唉 想到呢 私人医院呢 后面那些五个灵 六个灵 已经打冷震 所以呢 唉 都是呢 送去马大医院 但是你知道呢 送去政府医院呢 排队都排到 收场了 是不是 哇 哇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什么办法呢 啊 就在那个时候呢 有特别的恩寵就来到了 啊 原来呢 透过那位看 师母妈妈的那位骨科医生 就写了一封信给她一个同学 也是曾经是同事的 她是在马大呢 就担任职位很高的基督徒医生 那就写了一封信 就给她 就安在她的安排的底下 就是很短的时间 哇 师母的妈妈呢 就进了马大医院 而且呢 很快地就做了这个手术 我弟兄姐妹 这个叫恩寵 呀 不用排队的 shut card 插队 所以呢 恩寵也可以说 是熟灵的插队 得到特别的关照 你想不想这样的恩寵啊 弟兄姐妹 啊 个个都做得趴低 个个都拍呼应 不过呢 恩寵一来 哇 你很淡定啊 哇 照样是生意兴隆 哈哈 这个叫恩寵 特别的 啊 甚至呢 是超越 那些 啊 一般的程序的 可以插队的 ok 哪个能够有这种 特别关注的恩寵呢 其实 诗篇三条一篇 一开始就讲了 他说 敬畏你 徒靠你的人 条件就是 你和我都要学晓敬畏神 你和我都是一班呢 支持 徒靠神的人 Amen 那这个恩寵呢 有什么特别呢 这些说到的 特别关注的恩寵呢 其中一样呢 就讲到呢 他说这种的恩寵呢 是神为他们 职存的 Store up 他说 敬畏你 徒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职存 啊 职存的意思 不是说呢 臨时正帮你找的 No 在你敬畏神 徒靠神的过程里面 神已经为你 收埋收埋 吵埋 吵埋 很多恩寵呢 哈 是等致呢 好像我们说 限时收埋 急时用 哈 吾鼎姊妹 这个就是为什么呢 敬畏神徒靠神的一个好处 就是你会为自己 职存很多神为你 预备的恩寵 就在你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不会有缺乏 哈 还有 他说呢 他是在人的面前可见的 哈 哈 是不是 在世人面前 所施行的恩惠 是可以见到的 是人家都会看到的 哈 哎呀 这么特别的 哈 为什么我们没有理由的 哈哈 有特别关照的嘛 哈 还有 是何等的大 何其大 你没有小看啊 那这个恩寵 会带来什么样的关照呢 那二十节说什么 他 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物处 免得遇见人的继谋 你必暗暗的保守 他们在亭子里 免得口舌的争奴 争奴 三个恩典 就是你会被神隐藏 被神暗中保守 你的生命里面有无形的遮盖 无形的保护 无形的拯救 是你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因为是神自己 已经为你预备了的 还有你会避免跌入人的继谋 尤其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充满 诈骗 诡计的世界 实在需要这种的恩寵 特别关照啊 上帝特别关照啊 不要让我遇到那些鳄鱼啊 那些老千啊 跟着 他说呢 让我们避免跌入口舌之灾 免受口舌的争奴 人最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说的话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不过经过了呢 那些人的加油加仗呢 啊 已经是 加多又减少了 啊 而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会被人误会 其实生命中呢 最幸福的一件事呢 就是 听不到那些闲言闲语 是不是啊 啊 最好是听不到 但是如果你活在神的恩寵里面呢 啊 外面讲到乱 不过你听不到 啊 这个都是恩寵来的 阿们 啊 啊 现在要为你们祈祈祷了啊 不需要等到散会之前啊 现在就为你祈祷 你需不需要这种特别关注的恩寵啊 是吗 你有什么呢 你是需要神呢 特别关注你的 耶 你想不想令受这种特别关注的恩寵呢 耶 耶 耶 不过记得 耶 你今天祈祈祷是不够的 你回去还要祈祷 你不单止要祈祷 而且你还要祈祷一件事 神 我愿意成为一个敬为你 徒靠你的人 其实 当你做到这件事 你不祈祷 事情都会发生的 啊 是吗 哪一个需要这种特别关注的恩寵啊 举手 啊 你有什么特别需要神啊 我要特别关注啊 特别优待啊 特别怜悯啊 特别提拔啊 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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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 怎么放下啊 好 哈利路亚啊 天父 多谢你 因为你为敬为你 徒靠你的人 所 即传的 哦 因为 是何等的大 多谢你 这个时候就求你释放这种 特别关注的恩寵 所以每一位 举手 要领受的领受朋友的身上 呀 让他们真是经历到 这种的恩惠 这种的恩寵 是何等的奇妙 何等的大 也帮助他们 不只是 祷告 外有这种恩寵 而是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他们都会预备自己 做一个 敬为神 徒靠神的人 多谢你 听我们祈祷 奉主耶稣 这个名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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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就是领受的了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好 第二种的恩寵 就是叫做呢 你能够获得神 这种特别力量的恩寵 特别的力量 尤其是当你面对艰难 或者 你真是没有能为力的时候 这种的恩寵 就会在你的身上 在你整个任务的过程里面 托着你 扶着你 所以 这种的恩寵 也是一种特别的力量 和扶持 通常是超越了我们原有的力量 和本事 超越了我们原有的智慧 和这种的内力 而且这个恩寵 会在过程里面 你所面对的挑战和危机 仍然看到神的保守 神的同在 以致 你和我都能够 因为这个恩寵 可以克服这些危机 并且 在你的生命里面 这些的经历 都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尤其是当我们在疫情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知道还需要面对有多久 有人说半年 有人说一年 有人说两年 天啊 我们真的需要恩寵 这种特别的恩寵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其实圣经人物里面 无论是摩西 弹以理 弱室 包括以丝帖 他们都是因为在神的眼前蒙恩 他们都是因为领受了这种特别力量的恩寵 以致他们可以在各样的危机里面 都能够看到神与他们同在 诗篇的第五天十二节 怎样说 耶稣说 你必赐福耿人 你的恩惠 将盾牌 四面保护他们 这个恩惠其实就是 Favor 恩寵 神的恩寵会特别在一种人的身上 好将盾牌四面保护 保护的意思是 在挑战艰难的里面 他们都会不会倒下 他们都会继续前进 继续得胜 而且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个恩寵 尤其是我们 在教会里面 真的有很多的时工是充满挑战的 尤其是我们说 我们要幸福小组 五十三组 但是又听见 这里多了三个case 那里又四个case 真是挑战多多 是我们更加需要恩寵 Amen 我们不怕艰难 是怕没有恩寵 有恩寵 就有保护 神会用他的恩惠 好像盾牌一样的 四面的保护着我们 Amen 哪一个能够活在这种恩寵里面呢 哦 圣经说 义人 the righteous 什么叫义人啊 义人 义人 就是只信了耶稣的人 是因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呢 他们被赦免 被接纳 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单单只是信耶稣 是不行的 啊 这些人呢 信了主之后 他们愿意信服圣经的教导 过公义的生活 因为约翰一书说什么 行义的才是义人 义人呢 不是只有说 我是义人 我是义人啊 啊 义人是要用他的生活 将神的公义 活出来的人 什么叫公义 什么叫义 义 就是正当 适义 所以一个义人呢 通常会做的事呢 就是他会做正当的事 讲正当的说话 个正当的基督徒生活 其实义人呢 不是说他们 拿一百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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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义人呢 不是 拿一百分的人 义人是一个 都还有软弱 但是他们会尽心尽力的 过一个信服神 过一个悔改 过一个土神 喜悦的生活的人 你看 可能义人呢 还是拿七十分八十分 但是他们会努力的 让自己 在生活上 过一个 土神喜悦的生活 那 圣经文呢 义人 上帝会赐福给义人 那 而 这种义人 会领受的恩惠 是很多的 那 在圣经里面呢 讲到 the righteous 就是义人呢 是很多的 其中呢 要讲一个呢 就是讲 诺阿 因为在圣经里面呢 是神 亲自 讲 祂是在我眼前的一个 义人 創世纪第六章第八节 讲什么 他说 只有诺阿在耶和华面前蒙恩 很特别 所有人当中 只有 诺阿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是有原因的 后面就讲得清楚了 六章九节 诺阿的后代基在下面 诺阿是过疑人 就是当时的世代 是个完全人 诺阿与上帝同行 完全人不是说 诺阿真的没有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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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时的时代 当时的时代的意思是说 个个都拿五十分 不过呢 诺阿拿六十分 不是说他拿一百分 他拿六十分都已经比其他人 就是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人 就是说 在那么多那些 胡理麻叉的人当中 他算是一个 不错的人 就是这个意思 哈利利亚 《创世记》七章一节说什么 亦我说 对罗亚说 你和你一家都进入方舟 因为这个世代 只有你在我眼中 是义人 你知不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什么人 福建人 潮州人 我们是不是一个义人 哦 神 为什么拣选罗亚呢 就是看重罗亚 他这种心态 就是他要做一个义人 义人 不单是相信上帝的人 义人 义人 就是愿意与神同行 愿意顺服神的吩咐 愿意选择个公义生活的人 就好像罗亚 你读了他的生平 他说他是与神同行 是不是 跟着呢 又说到 凡耶和华所吩咐的 罗亚都尊行 就这么简单 他是一个信服神的人 他是一个以神的事为念的人 OK 那 神让罗亚在他面前蒙恩的目的 是给了他一个非常大的任务 是一个充满艰辛 充满挑战的人物 但是 罗亚都足处能够完成一个任务 就是 建造方舟 为什么他能够完成呢 因为 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意思是 原来他是活在 神的恩宠里面的人 因为这个恩宠 就有一股神圣的力量 遮盖他 福给他 扶持他 牵引他 扶持他 扶持他 神就简选他 成为当代 神可以透过他 建造方舟和传福音的人 你知道罗亚建造方舟 是用了一百二十年 朋友 一百二十年的过程里面 他的修进 各种的冷潮热讽 各种的拒绝 各种的误会 各种的单班打打 加上建造方舟 这个工程本身 是很艰巨的 因为在当时 是完全要靠体力 没有吊机 没有外奴 慢点 慢点 没有 还有 是完全要靠家人 和他一起 同心 只有八条冷 做这样的事 如果神的恩宠 没有在他的身上 我和弟兄姊妹 就算我想做 都是做不到的 但是因为有恩宠 他就和他家人 就能够完成这个 空前绝后的使命 我和弟兄姊妹 今天 在家会里面 我们 木音小左 我们传福音 我们守望祈祷等等 其实 这个工作本身 已经是一个恩宠 明白吗 是神的恩宠 临到你 只能让你做的 没有恩宠 不理没有份的 哈利路亚 所以你有份 侵于神的工作 你就说哈利路亚 这个是恩宠 跟着 当然 这个恩宠 在你的身上 是给你特别的力量 以致 你可以 靠着这种的恩宠 和恩膏 去完成 那当然 第二方面 那一加百考 就是 有份建造方舟 使人得救 是吧 这个是一个 蒙恩的使命 OK 你一定要记得 当你求恩宠的时候 你不要想像 主下我需要恩宠 哈 我想什么 想要什么 就有什么 Sorry 恩宠呢 不是给我们 想要什么 就有什么 哈 其实恩宠 临到我们呢 是 后面 是有带着 使命 和目的 哈 神不会留念 给我们恩宠 谁告诉我们 让我们 去尝尝 不 後面 是有 purpose and mission 是有 目的和使命的 啊 就像罗瓦 是领受了这个恩宠 但是后面 就是使命来的了 喔 原来 这个的使命是需要恩宠去完成的 我当时很感恩 他不单止自己做 他也有这种恩宠 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做 我弟兄姊妹 有这种恩宠 你有没有发觉到 如果你的家人 整家都很肯做神的工作 兄姊妹 这个是恩宠 因为很多的家庭不是这样 如果你看见你的孩子们 每个人都争取要做人的工作 你要跟自己说 我梦恩了 神的恩宠在我的家里 当然 整家人要侍奉神 都需要恩宠 你不是只有恩宠 领受这个使命 你更加需要这种 特别的恩宠 让你和我可以去完成 神交给我们的工作 无论是全福音 是牧养小组 是侵于教会的任何一种的时光 最后 我们看到他的生命 和信心的见证 永留在世 我就是永恒的里面 这个就是记载 就是希伯来书 十一章七字 他说 我因为有信心 在上帝指示他 未来要发生的时之后 就坏着敬畏的心 建造方舟 来救全家的人 他借着信心 定了哪个世代的罪 并承受了恩信 是只得他一家八口得救 无论以后 我们看见 神将诺瓦 放入 希伯来斯的信心英雄的名单里面 其实就是要让罗亚的生命 可以成为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的一个鼓励和见证 当然是榜样 这份的恩宠在罗亚的身上 让他在世的时候 他所做的见证 他所活出来的生活 能够传留在这个世界 而且流传了已经过千年 当然在永恒里面 那所得的奖赏应该是很大的 柯顶传媒 今天我们要有的恩宠 这个恩宠都是包括坚持 我一个人坚持不够 整家人都要坚持 直到洪水就快来到那一天 一家八口 仍然在这个方舟里面 我们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全本人和建造教会的时光上 真是很需要 神一份特别力量的恩宠 以至我们能够在建造教会 或者面对着 全面的挑战和艰难的面前 我们仍然会前进 甚至可以跨越这些艰难 而我们这些信心的见证 也可以成为别人的鼓励 甚至在永恒里面 被神基念 我要特别的鼓励领子妹 继继继继续为家人里面还未信主的祈祷 我们要祷告 神的恩宠早日的临到他 我越来越觉得 原来连我们信主 本身就是一个恩宠来的 是神 特别的简选 什么叫恩宠 特别的呢 为什么不是你旁边的那些二叔婆 二叔公是你 是因为你得到神特别的关注 神宠爱你 所以我们都需要 为我们那些微信的朋友 或者家人 祈祷说神 愿他们亦在你的眼前 蒙恩 阿们 哈利路呀 最近我 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说你还记得 你以前那个杂货 十几岁的时候看着那个杂货 我说是女孩子吧 我说没有什么印象 我告诉你 原来他们是住在同一条村子的 我告诉你 那个人 以前是十几岁 现在六十几岁了 现在他的生命变得很麻烦 我说是 那我们要为他祈祷了 我相信神会再一次地挑起我的回忆 是因为 这位女士是需要神的恩宠 是需要神将她从寓宫里面释放出来 我告诉你 阿兵姊妹 面对疫情 面对我们每日生活 服事 工作 种种的挑战压力 面对着我们需要去完成的任务 或者是责任 或者是使命 我们需要求恩宠 Amen 甚至是那些未还原的债 都需要恩宠 Amen Hallelujah 今天你需不需要这种恩宠 今天你需不需要这种恩宠 成为你的力量 你的扶持 使你能够完成任务 使你能够克服当下的挑战 和困难 今天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疑人 一个愿意以神同行 一个愿意顺服神 吩咐的人呢 今天你愿不愿意 像罗亚一样的 在神的眼前蒙恩得福呢 今天你愿不愿意 让神使用你 去做那些有意义 有永恒价值的工作呢 今天你是否愿意 愿不愿意让你的生命见证 可以传流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别人的祝福 在永恒里面 得到更大的奖赏呢 今天你愿不愿意 看见神的恩宠 临到你的家人身上 让他们都可以 跟你一样的 恩勤火热的 去服侍神 我们需要恩宠 我要为这种恩宠 为你祈祷 如果你需要这种 特别力量的恩宠 请你举你的双手 领受罢 领受罢 但是记得 这个恩宠 会持续在一个人的身上 会像盾牌一样的四面 环绕着这个人 他有一个条件的 就是你必须要愿意 成为一个义人 一个愿意与神同行 与神同心 听从神吩咐 我相信当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事的时候 即使我们没有祈求 神的这种恩宠 神的这种恩宠 都会像盾牌那样的四面 保护你 追随你 还了你 天父多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 恩待我们的神 在你的手中有 各式各样的恩宠 是等待着 要赏赐给我们 但是领受恩宠的人 是有条件的 尤其当我们今天看到 诺瓦的榜样 我们知道我们 要成为一个义人 我只要 让我们领受这个义人的恩宠 可以做义人的恩宠 我们都祈祷很特别 在这个充满挑战艰难的时刻 我们需要你释放这种特别力量的恩宠 在我们中顶尖的身上 让他们可以靠着这种的恩宠 可以跨越每一个挑战和压力 可以去完成 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任务 尤其是教会的使命 我求神你继续在恩代喜训堂 连喜训堂的众领之明都在你的眼前 蒙恩 尤其当他们愿意成为一个 经威神 徒靠神 一个与神同行 与神同心 与神同工的人的时候 我们很相信 这一切的恩宠 无论是特别关照的恩宠 特别力量的恩宠 都会跟随着他们生命的脚步 哦 行者 释放 释放这种特别关照的恩宠 释放这种特别力量的恩宠 进入我们的耐心的里面 封存在他的里面 造成你的工作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在未结束之前 我想请问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我们的朋友 在线上 在延长的 你听到这个讯息 你就开始明白 哇 原来 神的恩宠 是这么珍贵的 可能你说 我都要啊 我都要啊 我都要 成为那个活在神 奇妙恩宠里面的人 我要啊 我要在耀华的眼前蒙恩 你行的 你行的 第一个步骤就是 你 从开你的心 接受主耶稣 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成为你的救主 你成为了神的儿女 你就开始活在神的恩宠里面 你愿意吗 你想吗 好不好让我带你 做一个祈祷 就是接受主耶稣的祈祷 你看着这个银网 然后呢 跟着我宣读这个 邀请主耶稣 进入你生命 让你成为神儿女的祈祷 好吗 预备 爱我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因为爱我 参加主耶稣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信任我是个罪人 并接受主耶稣基督 成为我的救主 获生命的主 感谢天父 赦免了我的罪 并让我得到永恒的生命 成为神的儿女 我把我一生的道路 交给你带领 求你帮助我一生 跟随你到底 也帮助我明白 圣经的真理 和学会祈祷 更深认识你 祷告 同主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阿们